第八十八集 孙悟空独闯师陀洞 现在开始 上一集我们正说到 师徒四人来到了师陀岭 得太白金星前来报信说 师陀岭上有一师陀洞 洞里有三个厉害十足的妖王 手下光小妖怪就好几万 前路艰险 孙悟空于是决定 深入师陀岭 要去抓个小妖怪 先探听一番消息 话说孙大圣一个跟头 可就窜到了半空中 他运用火眼金金 仔细地往山中观看 却发现 这山里除了花草树木 是空无一人呢 孙悟空心中纳闷 难道那太白金星老儿 敢骗我们师徒不成 不能呀 他大老远跑了来 不可能是来谎报军情的呀 孙悟空正在犹豫不决时 突然听见下面的山路上传来一阵 叮叮当当 叮叮叮叮叮的铃铛和帮子声 大圣定睛一瞧 见陡峭的山路上 走来一个小妖怪 妖怪背后插着一杆令子旗 腰里头别着个铃铛 手中呢正敲着帮子 一步三摇地走着 嘴一张一合的 好像在说着什么 孙悟空心中暗喜 心想 俺老孙正为难抓不到人 没想到就有送上门来的了 好了 就是你了 想到这儿孙悟空 嘶的一下偷偷落下云头 他先没有打草惊蛇 而是变成了一个小绿头苍蝇 飞着落在那个小妖怪的帽子上 孙悟空要先听听 他说些什么 再做决断 这时就听着小妖精 边敲帮子边喊着 咚咚 我说各寻山的听好了 大王有令 谨慎小心 提防那孙悟空 孙行者来探山 不可大意 大王说了 那孙猴子可会变苍蝇 孙悟空此刻正变了个苍蝇 钉在小妖怪的帽子上 听这话吓了一跳 心说 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他如何知道俺老孙的名字 竟然还知道俺老孙会变苍蝇 这果真稀奇 孙悟空本想献出原形 一棒子结果了这小妖怪 又一想 俺不是来探听消息的吗 怎么如此鲁莽 想到这儿孙悟空心生一计 就见他突然摇身一变 也变成了个小妖怪的样子 手里头也提了个帮子 跟在那个真正的小妖怪的身后 冷不丁的他 帮帮的也敲起帮子来 下了头前那小妖怪一大跳 谁 忙转身看 见一个跟自己打扮的 一模一样的小妖怪 也跟自己一样敲着帮子走着呢 他很警惕 急忙问道 喂 我说你是哪来的 干什么跟在我后面 孙悟空嘿嘿一笑 嘿嘿 我说你怎么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我跟你一样 也是个寻山的呀 寻山的 我怎么没见过你 寻山的我可都认识 哦 我是个烧火的 刚来寻山 所以你不认识 烧火的 烧火的那帮兄弟我也认识 怎么没有一个跟你嘴这么尖的 孙悟空一听这话赶紧低下头 心说这一着急没变利索 那尖尖的猴子嘴巴没全变平 他赶紧用手这么一抹色嘴 偷偷揉了揉 哎 果然变平了 那小妖怪眼尖 一剑赶紧说 哎 你刚才明明是个尖嘴的 怎么手一揉又平了 我看着有点奇怪 不对 你不是来寻山的 我家大王家法慎言 寻山的就是寻山的 烧火的就是烧火的 不会混着用 你不是个奸细吧 啊 孙悟空急忙说 哎 我怎么是个奸细 是大王看我烧火烧得好 提马我来寻山的 那小妖精想了想又说 那好 我再问你 我们家寻山的 大王都给我们排了名号 而且每个人发我们一个腰牌 证明身份 你可有腰牌吗 孙悟空一想坏了 只照着这妖怪的样子变了 没成想还有腰牌 可孙悟空多机灵啊 他稍一寻思马上说道 腰牌我当然有 是大王才发给我的 不过我还怕你是个奸细呢 你有腰牌吗 先拿来我看看 那小妖怪一听极了 哎 我说你别乱说啊 我可不是个奸细 不信你瞧这个 说着他从腰间解下了一面腰牌 拿到孙悟空眼前看 孙悟空一见 原来是面金色的腰牌 上面写着三个字 小钻峰 孙悟空一见 心里有了书 他偷偷地把手伸到身后 从藏在衣服里的尾巴上 又揪下一根毫毛来 而后心中默念 变 顿时变成一个一模一样的腰牌 而后从背后突然拿出来 往小钻峰的面前一地说道 一瞧我的腰牌在这儿不是吗 那小钻峰定睛一瞧 见腰牌上明晃晃写着三个字 总钻峰 他感觉奇怪极了 说道 我们这一般四十个寻山的都叫小钻峰 怎么你这个写着总钻峰 这是什么意思啊 孙悟空多机灵啊 就等着他问这句呢 究竟他不慌不忙地说 你这是少见多怪 我告诉你 大王弃中我 给了我个总钻峰的名号 让我做你们这帮小钻峰的头 让你们都听我的 知道吗 那妖怪果然被唬住了 赶紧连鞠躬带座衣 原来是长官 小的有眼不识太善 不认识长官 刚才多有得罪 还请长官恕罪 孙悟空笑了笑说 好说好说 不知者不怪 我说小钻峰啊 我命你现在 把你这一般其他的小钻峰 都给我召集了来 我有事要跟他们说 是 长官 我这就去召唤他们都过来 您再次稍等 说完这小钻峰 一路小跑着可就进了山了 孙悟空呢 就坐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 一边想对策 一边等着 过了不大一会儿 就见从远处跑来 几十个小妖怪 都一样地打扮 慌慌张张的 领头的正是刚才 孙悟空见的那个小钻峰 就见他上气不接下气地 跑到孙悟空的面前 赶紧失礼说道 长官 我这一班四十个小钻峰都到齐了 你们还不快拜见长官 那几十个小钻峰赶紧行礼说道 小刀们拜见长官 孙悟空看了看他们 耀武扬威地说道 你们可知道大王让我做总钻峰 统领你们是为什么 长官 我们不知道啊 那我告诉你们 现如今咱家大王要吃那唐僧肉 只是怕那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神通广大 大王怕他变成个小钻峰的模样 浑水摸鱼 于是让我来考验考验你们几个 看看你们里头 有没有假的小钻峰 这些小妖怪一听赶紧说道 长官 小的们不是假的 小的们不敢 好 既然你们这么说 那就让我考考你们 你们且说一说 咱们家大王有什么本事 领头的小钻峰赶紧跳出来说道 长官 这个难不住我们 我们家老大王 神通广大 本领高强 曾经一口吞下十万天兵 孙悟空用手一指 你就是个假的 长官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没有半句假话 长官明见 我来问你 那老大王身子能有多大 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 这不是满口胡言吗 那小钻峰慌忙解释 长官 原来你还不知道 我们老大王善能变化 要大能撑到天庭 要小能小到一颗种子那么大 像当年王母娘娘社攀逃圣会 邀请各路神仙 却唯独没有请我家老大王 我家老大王大怒 要杀上天庭 跟玉帝和王母娘娘理论一番 那玉帝派下十万天兵来降服我家老大王 被我家大王张开大口 就像城门一样 眼看把十万天兵全团进去了 幸好那天兵们跑得快 连滚带爬 跑了回去 关上南天门 被我家老大王吓破了胆 不敢再出战 由此才有了我家老大王 一口吞下十万天兵的说法 孙悟空听了心中暗笑 要说这样的事 俺老孙倒是也干过 想当年大闹天宫 也是因那攀逃圣会而起 没想到这妖精还真有两下子 想到这儿孙悟空装模作样的说 好 暂且算你说对了 我再问你 咱们那二大王有什么本事 那小钻风赶紧说 我家二大王身高三丈开外 卧残眉 丹凤眼 牙似扁淡 鼻似蛟龙 若与人争斗 要用鼻子一卷 就算是铜头铁壁 断食也要灰飞烟灭 孙悟空心想 哼 这鼻子卷人的妖精 也难不倒俺老孙 接着他又问 那咱家三大王呢 有何本事 快快招来 长官 要说起俺家三大王 那就更厉害了 我家三大王名号 云城万里棚 一眨眼间 能行万里之遥 而且我家三大王 还有件厉害的法宝 叫做阴阳二气瓶 把人装在这瓶子里 只用一时三刻的功夫 便会化为一滩江水了 孙悟空听了心想 这妖怪倒是不足为虑 只是要小心 他那瓶子才好 而后他又问道 都说完了吗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那小钻峰想了想又说道 对了 长官 我家大大王与二大王 是一直住在这 尸陀岭尸陀洞里的 三大王原先不在这里住 他原来住在离尸陀岭 四五百里之远的 尸陀国里 据说 我家三大王在五百年前 吃光了尸陀国的国王 和文武百官 满城的百姓 也都被他吃了个精光 因此占领了尸陀国 如今那尸陀国里 遍地都是像我们一样的妖怪了 哈哈哈哈 小的最近听说呀 那三大王打探到 唐僧要路过我们这尸陀岭 说吃一块唐僧肉 能长生不老 但又怕唐僧的徒弟 叫那个什么 孙行者孙悟空的厉害 因此才来到尸陀岭 跟我家两位大王 结拜为兄弟 自称三大王 想要合伙 一起抓那唐僧呢 孙悟空听到这儿 不禁勃然大怒 心想这几个妖精 竟然敢合起火来算 竟然师父和俺老孙 简直可杀不可留 想到这儿孙悟空这股火 实在是憋不住了 他忽然显出原形 抽出金箍棒 拼啪啪听他 一顿打呀 这帮小钻峰被打得一个也没胜 而后一不做二不休 孙悟空又变做了小钻峰的模样 背插令子提 腰间挂着铃铛 手里打着帮子 一路往尸陀岭深处走去 好个孙悟空啊 他要找到尸陀洞 孤身一人进去打探妖怪的虚实 在山中走了一段 忽然就听到前方人喊马斯 吵吵嚷嚷之声 震动整个山谷 孙悟空赶紧手搭梁棚定睛观看 就见一座巨大的山洞 就在不远的前方 那山洞门口聚集了上万名的小妖怪 手拿各种兵器正在火热地操练着 果然是惊奇招展 威风八面 孙悟空心想 妖精人多不可轻敌 既然他们早已经知道 俺老孙的名号 何不借此吓唬吓唬他们 或许能取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想到这儿 孙悟空若无其事地 敲着帮子朝着尸陀洞前走来 那帮操练的小妖精一见到孙悟空边的小赞风 立刻围拢上来询问道 我说小赞风 你尽早寻山可看到那个孙行者孙悟空了吗 孙悟空说道 看到了看到了 他在后山山剑旁边磨他那根棒子呢 磨什么棒子啊 他长什么样啊 他蹲在山剑边磨他那水缸粗细的金箍棒 那孙悟空站起身来 估计得有几十丈那么高 顶天立地的 十分吓人 他一边磨棒子还一边说话 我听得清楚 他说棒子呀棒子呀 我许久没让你显神通了 如今你要好好表现 把师陀领这三个老魔头 连同他手下那几万名小妖精 统统给我收拾了 一会儿到那师陀洞前 先拿门外那万把小妖精开刀 让你打个够啊 那些小妖精一听说什么什么 孙悟空这就打过来了 果然吓得面如土色 直接就哆嗦开了 孙悟空趁机继续说道 那孙悟空实在吓人 各位兄弟呀 要说那糖僧肉 分也分不到咱们头上 可孙悟空那根大棒子 一会儿就要落到咱们头上了 你说咱们这是何苦呢 我看不如趁那孙悟空没来 咱们都快跑了吧 这群小妖精一听说的有理呀 于是哗哇哇一下 做鸟兽散 只一会儿功夫啊 刚才还热闹异常的石头洞前 就只剩下孙悟空一个人了 孙悟空看到自己计策得逞 心中高兴 他想到 看来这些妖怪 果然知道俺老孙的厉害 被吓破了胆 如今我且进了洞去 下下那三个老妖精 想到这儿 他迈开步子 就走进了石头洞 刚刚进洞时 四周静悄悄 黑乎乎 阴森森的 走了一会儿 眼前豁然开朗 就像进入了世外桃源一般 周围七花一草 山石俏丽 小溪缠缠 是白鸟齐鸣 孙悟空又往里走了一阵 前方忽然显出一座高台 孙悟空悄悄地走到镜前观看 就见高台上 端坐着三个妖王 坐在中间那个 看着年纪最大 长得圆头大裂 眼光如电 牙似俱齿 眉似弯刀 浑身的黄毛 一说话就像打雷似的 果然十分凶恶 话说 这便是尸陀洞的 大带王 青毛 狮子怪 再看左边坐的这妖怪 生得个头粗壮 两只弯弯的 黄色的大长牙伸出嘴边 最奇特的是 他那长长的鼻子左右摇摆 就像长了眼睛一样 你可别看他长相凶恶 一开口说话呀 却是细声细气的 就像个柔美的女子的声音 真让人感觉十分的奇怪 书中代言 原来这就是尸陀洞的二代吗 一只黄牙 老母相精 再看坐在右边的那个 长着一颗秃鹫一样的脑袋 眼神刁钻声音惨力 两只钢爪伸在胸前 背后还伸着两只巨大无比的翅膀 忽善忽善的 原来这就是刚来尸陀洞不久的 云城大鹏雕 而在这三个妖王之下 是几百名大小妖怪头目 一个个披挂整齐 是威风凛凛 杀气腾腾 孙悟空看到这儿 不慌不忙地走上前 躬身失礼开口说道 三位大王在杀 小大小钻峰 寻山归来 特来禀报 坐在中间的大大王 看了看他说道 小钻峰 你今天去寻山 可曾遇见那司悟空孙行者吗 报告大王 小的不敢说 小钻峰 这有什么不敢说的 快说 是大王 小的奉大王之命寻山 在后山山剑旁边 遇见了孙行者了 三个妖怪一听都瞪起了眼 快说 他长什么样 在后山干什么呢 大王 那孙行者长得顶天立地 十分吓人 他在山剑旁 磨他那水缸粗细的 一根大棒子 口口声声说 要打进咱们石坨洞 让咱们一个也不剩 小的惧怕 于是赶紧跑回洞来 禀报三位大王 那老妖怪听了 头上冒出汗来 转头跟他那两个兄弟说道 兄弟们啊 我说别惹那唐孙鹏 你们非不听 可知道孙猴子是好惹的 想当年大闹天宫 哎呀呀 我就不往下说了 他如今找上门来了 咱们可该如何示好啊 而后 这老魔朝着下面一帮妖怪头目说道 快快传令下去 让门外严加看守 小心到孙悟空来偷袭 这时一个妖怪头目 慌慌张张跑了进来 报三位大王 大事不妙 门外上万名小妖 害怕那孙行者的威名 都四散奔逃 不见了 啊 一众妖怪大惊失色 这 这 这该如何示好啊 孙悟空这才要 大闹尸陀洞 一斗三魔头